茶 茶很有歷史 它原本的文化比喻就很高 那包括所謂的露頤茶經 那对于茶的所有的相关的品种 包括用的水 包括泡的所有的这些器具 都非常讲究 因为喝茶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已经非常惨 而且对于茶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解释 或者是在文学上 或在艺术上的表现 非常有很多文人喜欢喝茶 所以也给茶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实际上 喝一半博茶会 是因为茶的整个文化体验 就非常的高 每一年的博茶会 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取向 然后试图的去表现 茶跟其他不同的东西的材质的结合 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体验跟美感 博茶会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博茶会要办的成功 它除了有理性的审美的层次以外 它也要有感性的审美 那另外我也必须要把产业的面带进来 整个嘉义县的山区 靠茶跟咖啡在生活的老百姓 非常的多 茶跟咖啡养活了好多家族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两个产业除了是文化面对外 在产业经济面来讲 带来非常庞大的经济第一 所以我认为在当一个嘉义县的县长 是很值得去推动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敢取名叫做高山茶度 是因为所有的在高海拔的茶业里面 嘉义算是面积最大的 我怎么要透过这个所谓的国茶会 透过跟艺术家 或者是有一些文化合作者合作 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从他们对艺术的体会里面 怎么去表现茶 或怎么去呈现茶的面相 经常看到有人在喝茶 就会讲说你在泡茶 所以高山茶这三个自在 台湾的孳明这种所谓的 语言里面有在存在的 你泡河山茶 所以高山茶这件事情 被认知是好的 被认知是茶里面算是 被人家得比较好 這幾波的博茶會 透過武董車協會 彼此跟博茶會合作 也帶動了新聞熱潮 也帶動了大家想要來參觀 最主要是因為武董車跟茶 看起來沒有那麼威和 所以在整個展的過程當中 沒有說不一定不可以放在一起 看古董車也來喝好茶 我想都是老東西 而且都是有歷史的東西 魚幫水水幫魚 那古董車協會員幫忙加一些 把博茶味的能監督拉高 喜歡喝茶的人也有這個機會 在那邊看到古董車 茶跟咖啡的市場經濟還不錯 可以因為這樣子可以帶動茶農 他們的收入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我們有所謂市集 所以我想這樣的博茶會 基本上是兼顧到審美 也兼顧到產業 那這已經變成加一些很重要的活動 像泡茶本身除了是修身養性以外 其他一般署名來講 我們一般老百姓來講 是一種最重要的就是聊天 就是全靠咖啡是一樣喝咖啡聊是非 喝茶也是在聊是非啊 我怎麼樣透過這種所謂的嘉義的這種高山茶 呈現出來的這些方方面面 怎麼樣透過專業館 怎麼樣透過社區的茶席 能夠去做所謂的跟參觀的人 直接對話 所以它不只是文化 中埔的那個倉庫啊 金蘭班之處去辦這個博茶會 主要是我認為它那個舊的倉庫很有感覺 可看性很高 那三年把那個地方變成場地 限量發生好的效果 就是10大8年的建築物 中埔融會在那邊弄一個 農產品的直賣手 嘉義縣18鄉鎮融會的東西 都可以在那邊買得到 我想是非常好 好吧 比如說你把原本一個 完全沒有用的空間 透過文化介入的方式 讓這個地方 在所有的嘉義縣 或前台灣的人 對這個地方有記憶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長光的解敗 博茶會基本上是 還是要通過很多的 藝術工作者跟文化工作者 要花為更大的創意 但你要有更多的創意 你才能夠刺激 或是讓這些每一年的 始終的這個對博茶會的人 他們在每一年看到 不同的東西 原來實際上已經辦了三年了 實際上很多藝術家 跟文化工作者有去介入 在博茶會裡面 看得出來是受法令人 我喝到茶的感覺 跟原本過去我喝到茶的經驗 是不一樣的 我原來泡茶的茶具 不同的泡茶茶具 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我原來水也不一樣 不同的水會產生出來的 茶的味道會有不同 因為它太多東西可以講 喝好茶 買好茶 都可以讓我對茶的感受 有進一步的這個理解 那你辦這個活動才有意義 人家會認為說你這個活動辦得好 所以我每一年都來 而且我發現到我來這邊 非常有意義 我想這才是博茶會需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就是很清楚的 我們以後每一年都叫做高三茶度 嘉義